好 請看下一個重點 我們介紹的是公倍數 公倍數這邊 什麼是公倍數呢 我畫一下就是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數字 所共同有的倍數 就稱為公倍數 舉例來請問你 12跟18公倍數 寫出來了吧 你先回答我 12的倍數有誰 12的倍數 12 下一個呢 24 下一個 36 48 60 72 對不對 然後點點點點點很多個嘛 這怎麼算出來的 就很簡單 這個12怎麼算的 12乘以1 這個24呢 12乘以2 乘以3 乘以4 乘以5 乘以6 然後是十再推 所以這個公倍數 倍數很好算 就乘幾倍就好了 乘幾倍就好了 那18的公倍數呢 就是18 再來 乘以2 36 乘以3 54 乘以4 72 然後也是一樣 一定一定很多個對不對 然後 兩個都有的 就稱為什麼 公倍數 所以請問兩個都有誰 36 再來 72 所以可以猜得出來 36 72 你猜下一個會是多少 老師我追兩個 你後面沒寫不會的 很好想嘛 36跟72怎麼關係 它也是倍數嘛對不對 所以下一個應該是36乘以3吧 是不是應該是108 對不對 108吧 沒錯啦 然後一直在那邊點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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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一些都是它的公倍數 所以我如果考試問你 公倍數有幾個 無限多個 然後其中36呢 是最小的那個 所以這個叫什麼公倍數 這叫做 最小公倍數 所以這是解決你的疑問了 為什麼知道嗎 有沒有老師考你說 請問 16跟32的最大公倍數多少 你連數都不用算 只寫無限大 因為只有最有公倍數嘛 最大那個誰知道 對不對 反過來講 有沒有人會考這個 公因數裡面 我知道8叫什麼東西 叫做最大公因數 啊如果考 最小公因數咧 你連數也不用算 肯定數多少 1 對不對 所以最笨的兩個東西 考試不會考 考試會考你什麼 最大公因數還有什麼東西 最大公倍數 這樣子 會啦齁 好OK這個你把它 抄起來